猴豆这个传染病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扩散到29个国家 患者数破千 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6月5号警告指出目前的病例数 可能是被低估的 它会不会又造成下一波全球的大流行呢? 难道我们又要面临各国自封国境 这样一个惨烈的状况吗? 让我们先来了解猴豆Monkeypox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病 这种病毒取名猴豆 可能容易让人误解 因为它虽然最初是从猴子身上分离出来 但是根据后续的调查 病毒在大自然中不只感染猴类 至少还有多种小型镊齿动物也是宿主 猴豆的原生地在非洲中部以及西部 过去很少离开非洲 但是就在2022年5月7号 英国出现一个病例 这名患者刚从西非的奈及利亚入境到英国 原本以为这大概是一个单一事件 毕竟旅游史很明确 但谁也没想到 这只是一场风暴的开端而已 5月14号英国又出现两个病例 怪异的是意料显示这两人跟第一个病例 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下子可让人嗅到有点不太对劲了 随即在5月16号英国又冒出了四例 这四例竟然又跟之前几例没有关联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解读 等于告诉我们有一条或甚至好几条隐形传播链存在 由此开始猴豆病例连环报 5月13号到5月21号之间 至少有12国出现病例 包括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 比利时 美国 澳洲等等 92例确诊 28例疑似 这已经超过近50年发生在非洲以外的所有病例数总和了 Lance Infectious Disease 期刊一篇报告认为 这个病例骤增的现象背后的科学环境和社会原因 仍然是一个谜 而且非常不寻常 值得担忧 猴豆属于症斗病毒署 球形的蛋白质外壳里包着双骨DNA 病毒除了在宿主动物间传播 以往出现在非洲境外的案例 排除掉有旅游时的患者 几乎100%是由动物传给人 例如2003年发生在美国的 47例小规模爆发 便是由宠物吐蕃鼠传给人 因此2022年的这波感染就显得十分诡异 因为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没去过非洲 也没有跟动物接触 换句话说 这一次喉动明显显示出人传人的感染链 不仅令人疑心 是不是病毒发生了某种异常的突变呢 这也是挑动各国敏感神经的另一个警报 DNA病毒有一个特性 就是比起像SARS-CoV-2这样的RNA病毒来说 突变的速率要缓慢许多 因此只要研发出一款有效的疫苗 就能连续使用许多年 不必担心像SARS-CoV-2疫苗一样失效 喉动跟SARS-CoV-2的传播方式也不同 SARS-CoV-2的患者只要说话、咳嗽或打喷嚏 病毒就会以微小的飞沫透过空气迅速传播 喉动则主要透过感染者的唾液或浓液来传播 比如说共用被沾染的床单、毛巾或衣服 或是直接碰触到患者 以及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棉膜、伤口而感染 若是吃了没煮熟的动物肉也是风险之一 被感染的动物抓或是咬伤也会感染疾病 猴痘另外一个让人疑虑的点 就在于它是天花的近亲 天花是人类的老朋友了 纠缠了人类3000年以上 古埃及法老王的木乃衣上就有天花留下的痘疤 死亡率估计高达30% 猴痘患者会发烧、头痛、淋巴结肿大、背痛、肌肉痛和无力 发烧后一到三天 有时候更长一点 皮肤会开始出现一点一点的疹子 钻出来通常最先出现在脸上 然后蔓延到其他部位 疹子接着会凸起 变成透明的水泡 再变成含有浅黄色浓汁的浓泡 幸好两相比较之下 猴痘比起天花的确是温和许多 猴痘分成钢果盆地株 以及西非株两种主要的病毒分支 这次在全球扩散的是西非株 它的毒性比起钢果株来的弱 刊登在Lancy Infectious Disease 期刊上的另一份研究指出 因为调查取样方式不同的关系 钢果株的推估死亡率差异很大 从1%到10%都有 西非株则一直维持在3%以下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的统计 截至6月6号 已经有29个国家 1019个病例 乍看之下好像不很多 但是新冠肺炎刚起来的时候 不也是只有几十个人吗 谁又想得到后来居然烧成一场 全球的大灾难 说到大流行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就是疫苗了 那么有没有专门针对猴痘的疫苗呢 没有 这有几个血淋淋的原因 第一 猴痘过去被认为是非洲的地区性传染病 没有侵袭到先进国家 第二 非洲当地人比较穷 没有足够的市场诱因 所以尽管猴痘的近亲 例如天花 早就已经有了疫苗 照理说 研发近似病毒的疫苗会简单很多 但因为不划算 没有人特别针对猴痘再去开发疫苗 第三个原因是 猴痘的死亡率比起天花低很多 只有1%到10% 也导致了没有那么迫切要开发疫苗的压力 如果没有专用疫苗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武器可以抵挡一下呢 有的 如果预先接种天花疫苗 约有85%的保护力 这个数字呢 是从第一代天花疫苗估计而来的 诶 听起来相当不错嘛 这在生物学上是有道理的 因为人体如果感染 战斗病毒署的任一个成员 像是天花 牛痘 猴痘 产生的抗体也可以抵抗其他的病毒 这在免疫学上称为交叉保护效应 猴痘也已经有治疗药物了 例如Tekoviramin 这些都是可以立即派得上用场的武器 如果猴痘万一爆发 还可以作为一条抵抗的防线 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 天花的第一代疫苗早就停产了 幸好现在在国际上已经有了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疫苗 例如Genius疫苗 还有改造过的牛痘病毒 在人体里不会复制 但可以引发抵抗天花以及猴痘的免疫反应 全球国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会不会变成大流行 按照目前欧盟疾病管制及医防中心 以及美国疾管中心专家的估计 认为造成大流行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结论真是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们根据三个理由来判断出这个结论 第一个原因是 由目前的流行病调查结果看起来 猴痘人传人的效率并不高 所以不至于像新冠肺炎那样 可以透过空气传播而患者数肌症 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猴痘发生的症状非常明显 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人生了病 所以也马上会被察觉通报隔离 不像SARS-CoV-2具有轻症 甚至无症状这种狡猾的藏匿方式 使得感染扩张一发不可收拾 第三 我们知道猴痘如何传染 猴痘主要透过接触感染 因为了解传播途径 因此能够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不像SARS-CoV-2刚现身的时候 我们连它会不会空气传播 都糊里糊涂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如果万一真的发生大流行该怎么办呢 可能的做法是采取双管旗下措施 首要是优先防护高危险群 像是慢性病人 小朋友 孕妇 先隔离病患 让这些抵抗力比较弱的族群 不会接触到患者 再来 既然天花疫苗对猴痘有交叉保护力 要赶快进行接种 并且因为天花在全球已经绝积了40年 世卫组织在1980年宣布根除天花 因此如今年纪在40岁或45岁以下的世代 是没有接种过天花疫苗的 如果发生大流行必须要赶快补打疫苗 到时候疫苗的抢购 长途运送 跨国进口 保存等等问题 可能会再次重演 根据欧洲国家目前处理猴痘的经验 并不是每个病患都要住院 大多是在家自主隔离 患者会在2到4周内痊愈 美国官方建议患者的隔离期限是 到皮肤病变消失 浓泡结痂脱落 并长出新皮肤为止 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个国家也同时建议 跟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 也需要自主隔离21天 很幸运的是 到目前为止 各国都动了起来 纷纷启动防疫措施 但猴痘到底从哪里开始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病毒突然开始大举散播 仍然不清楚 尽管大流行机会不高 台湾仍然必须谨慎 保持警觉 因为猴痘目前还有很多问题 没找到答案 比方说病例突然增加 是不是因为猴痘病毒已经突变 导致病毒比过去更容易传染 或是使得病毒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之下 无声散播 现在的病例是不是全部来自同一个感染源 或者其实是有好几条感染链同时存在 在这些疑问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我们就不能高枕无忧 需不需要在这个时间点 就开始准备疫苗、药物等预防措施 也是一个难题 是要像COVID-19一样超前部署 或是承住器 按兵不动 等待疫情自然平息呢 这也十分考验我们的智慧 你觉得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希望这是我们唯一一支猴痘的影片 记得订阅PENSI泛科学频道 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 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